结婚的前一天,男朋友的开房信息发到了我手机上 我不哭不闹,在家等着他回来给我个解释 然而没多久,他的小青梅在朋友圈发了张两人相依偎的照片 之前错过你说我最大的遗憾,如果还有机会,我想对你说声我愿意 正文开始,被我抓包跟别人开房 陆子对此没有半点解释,只是发来消息告诉我 明天要早起,晚上早点休息 看到这条消息,我心底一阵苦涩 对他来说,我到底算什么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吗 我眼眶泛湿润,看着精心布置的房间,只觉得无比的讽刺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的色意,回他消息 我们别结婚了,分手吧 陆子没有回应这条消息 我不知道他看到没有,却也不想跟他说一句话 因为我嫌脏 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悲伤,将精心准备的出嫁绣和服换下 陆子年近三十,是名大学副教授 在众人眼里,他是少有的年轻有为优秀代表 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高攀,还没结婚就劝我要识大体 做一个娴熟懂事的好老婆 我也念及他对我的好,学着怎么去做一个好老婆 可是,出轨这事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我想要的是美好无瑕的婚姻,而不是遍地狼藉的生活 对这种事,我无法忍受 我结婚这件事除了闺蜜和妈妈呢,没有告诉任何人 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分手后,给他们发去了消息 提前告知这件事 我妈震惊不已,一个劲劝着我要三思 直到我把这件事告诉她后,她沉默了 好一会儿才出声,好,只要你想明白了,我就支持你 办完这些事,我收拾行李搬去了酒店 至于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我并不在意 我在酒店一住就是两天 就在我以为闹剧结束,可以搬回家时 陆子突然找到酒店来了 她清俊的脸旁印着深浓的疲倦 黑如墨的眼眸直勾勾盯着我 气消了吗?沉闷沙哑的声音响起 我瞬间回过神来,冷冷看着她 这跟陆先生有什么关系 温言,别再闹了,我最近很累 她像是浮卵般放低了声,眼底倦意明显 我一声冷笑,周转在两个女人之间 能不累吗?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冷声回应着 多看她一眼我都觉得脏了眼 落下这话就要离开,却被她攥住了手腕 温热的手心触及到手腕的那刻 我惊弓之鸟般猛地甩开她的手 愤怒地瞪着她,别碰我 陆子身形微颤,诧异地看着我 她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 我不想听你的狡辩,我们已经分手了 请你放尊重点 温言 她语气重了起来,喊了几分不悦 婚礼那天我找不到你,电话不接消息不回 我处理这件事情已经很累了 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好好谈吗? 为什么非要闹到这个地步? 谈什么?谈你跟别人开房后干了什么? 对不起,我不感兴趣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陆子黑眸如墨,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 声音冷冷,心脏的人,想什么都脏 对,我心脏,我配不上轻症连结的你 那不是正好,我退出,你去找个配得上你的人 她谋的森然,像是在极力压制着心底的怒意 沉沉吐出口浊气 小言,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 我爸妈还在家里等你回去吃饭 想起她的父母,我稍有些内疚 陆子的父母跟她是完全不一样的性子 陆叔叔和善言谈,阿姨温柔漂亮 他们对我很好,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甚至有时候对我比对陆子还要好 发生这种事情,想来他们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也罢了,这件事总要说清楚 我没有反驳她,任由她拿过我的行李箱走进电梯 我跟她来到了她父母家 还没进屋,就听到了她妈的话 你赶紧去买点芒果回来 炎炎喜欢吃芒果 好嘞,我这就去 叔叔走来门边,看到我们顿了一下 面上又浮现起了和善的微笑 回来了,快进屋,我去买点水果,马上就回来 我尴尬一笑,倒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 以往我来她家都很洒脱 总是甜甜地喊着他们 现在出了这些事,我倒是喊不出来了 陆茨从鞋柜里找出了我的拖鞋,放在地上 我抿了抿唇,患上说了声,谢谢 她动作一顿,看我的目光略显复杂 我刻意避开她的视线 轻车熟路地走了进去 阿姨还在厨房里忙活 听到我们的声音连忙走了出来 炎炎回来了 你在沙发那休息会儿,马上就能开饭了 她和叔叔不吝啬笑意 像是逃婚的时,从未发生过 看到她满脸的笑容 我心底的内疚感又深了几分 但这并不会动摇我分手的决心 我硬生着坐在沙发上 拘谨地看着黑屏的电视机 陆茨倒了杯水放在我身前 又不是第一次来了,这么紧张 我目不斜视,诞生道 因为这不是我家 说着,我不冷不热补充 不是第一次,却是最后一次 陆茨紧捏着手中的水杯 指尖都泛了白 紧敏地脖唇成了一条直线 像是在刻意克制着什么 与此同时,门铃声传来 陆茨起身去开门 她的青梅伶颜欢快的声音 从门外传了进来 阿慈,你们家在煮什么呀 怎么那么香 随着她的话落下 她轻车熟路地换鞋走了进来 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 嘴角牵出了几分艰难的弧度 妍妍姐也在这样 我冷冷的目光从她身上扫过 触及到她穿着的拖鞋时 目光顿了一下 她的拖鞋是有着小熊的粉色可爱家居鞋 好巧不巧 和陆茨脚上那双不符合她身份的 蓝色小熊拖鞋是一对 我自嘲地勾起了嘴角 将所有的话语全咽了下去 很快,到了吃饭时间 阿姨一如既往地在照顾着我的情绪 生怕我放不开 还让陆茨帮我包小龙虾的壳 陆茨对此眉烧紧皱 明眼可见的抗拒 她从来不吃这些带壳类的东西 一来是嫌麻烦 二来是真的不喜欢 之前来的时候也上演过现在的情景 那时她满脸不解 问,这里面的寄生虫那么多 你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 我当时本来就很局促 听到这话 瞬间打消了吃小龙虾的心思 只能昧着良心说 不用了,我不喜欢吃小龙虾 到了现在 她还是没有改变她的观念 看着桌子上的小龙虾满眼嫌恶 我诞生一笑 拿过旁边的一次性手套戴上 不用了阿姨 我可以自己包壳 阿姨脸上的笑意渐渐凝滞下来 不悦地瞪了她一眼 又笑着让我多吃点 林茵紧咬着唇 目光似有似无地从小龙虾带扫过 妍妍姐,你包壳技术好好呀 我也好,喜欢吃小龙虾 只是不会包 听到这话 我神情自若地看了眼手里包了壳的小龙虾 淡然地放进嘴里 是吗?网上有教程 你可以看看 林茵尴尬一笑 陆茨不赞同地看着我 她慢条思理地戴上一次性手套 拿过小龙虾包了起来 还不忘温生教着她包壳技巧 看着眼前的一幕 我突然有些想笑 若不是她父母还在这 我真不知道我会说多少难听的话 阿姨脸色皱变 眼唇重重咳嗽了几声 你别厚子薄笔 也多照顾一下炎炎 陆茨邪腻了我一眼 不情愿地给我包了一只 挺完整的 但是我没了胃口 从这开始 我没再吃一口小龙虾 她放在我碗里的这个 我也没有碰过 吃完饭碗里还独留着那只 分外明显 我视而不见 但笑道 谢谢叔叔阿姨的招待 不过有些事情我还是要说清楚 我和陆茨已经分手了 很抱歉叔叔阿姨 我辜负了你们的心意 叔叔阿姨愣在原地 陆茨紧钻双拳 沉默不语盯着我 反倒是林颜红了眼眶 若若问 炎炎姐 阿姨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非要分手啊 能不分手吗 看着她这副装蒜的模样 我刚吃的饭 差点忍不住吐了出来 脸色变得格外难看 我单声一笑 反问道 什么原因你不清楚吗 温炎 陆茨出声打断了我的话 她神色阴沉 满脸不悦 我都说过了 我只把炎炎当妹妹 你别再无理取闹 林颜脸色一变 有些笑不出来 我淡然抬头看向她 突然觉得有些累了 我慢慢站了起来 对着猛神的两劳前声道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的招待 下次有机会 我请你们吃饭 我突然想起了 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就先走了 阿姨是明示里的人 能看出气氛不对劲 她不舍地站了起来 也行 我做了些芒果千层 你带回家去吃 她生怕我不要 连忙去了厨房 给我打包 从陆茨家里出来 我拎着行李箱打车回家 两天没回来 但看不出这里做过结婚准备 我租的这个房子 离路词的家不远 她之前喊我搬去她家住 我舍不得这个年妇的房子 就一直没答应 现在想来 才意识到 这是我做出的 为数不多对的选择 闺蜜苏媛媛知道我搬回来了 连忙带着孩子找上门来 炎炎 我有件事挺好奇的 你怎么知道 她跟别人开房的事 我拿着玩具逗着小朋友 听到这话笑意浅了下来 我用她的手机订过酒店 填了我的号码 上次忘了改回来 也是那次的马虎 让我彻底从编织的美梦里 跳了出来 真是看不出来 看起来人母狗样的 做的事却猪狗不如 好在你婚前发现了这件事 不然结婚后发现 那才跟吃了屎一样恶心 苏媛媛向来是敢爱敢恨的人 骂起人来毫不留情 我沉闷的心情 也因为她的开导 疏解了不少 没事 世上男人那么多 咱不缺那一个 你自身条件也不错 不怕遇不到适合的人 我笑容艳艳 赞成她这句话 我也不差 没必要为了不相干的人 坐见自己 调整好心情 我回到了公司上班 知晓我这段时间结婚的同事 看到我来上班 纷纷表达了祝福 看着他们为我而高兴的笑颜 我心里让过一道暖流 开心之后又是一阵惆怅 谁能想到呢 我给他们的喜糖还没吃完 我又回到了单身状态 炎炎 接下来你不会要备孕了吧 大家都知道 这次的经理位置非你莫属 要是这个时候选择家庭 得不偿失 隔壁的同事 趁着中午午休的时间 一动着椅子坐在了我的旁边 小声说着 我之前确实有过这个烦恼 我舍不得放弃 尽在咫尺的生殖机会 又不舍得抛弃才组建了小家 不过现在 我的烦恼迎刃而解 你不用担心 近几年里我都不会有这个打算 啊 你老公不会说什么吗 我淡然一笑 谁都没有资格插手我的事 同事挣了一下 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夸赞道 你可真清醒啊 不过说的也是 人生是自己的 谁都没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 我心里泛起了苦涩 我要是真的清醒 也就不会到了这一步才回头 接下来 我把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 刻意避开了有关露慈的一切 才发现 原来真的想要避开一个人 是那么的容易 连着五天 我都没见到露慈 就在我以为他打消念头时 他竟然找上了门来 我拎着高买的菜回家 走出电梯 就看到了屹立在门边的高挑男人 露慈手里捧着一束鲜艳的红玫瑰 西装笔挺的他 身姿优越 想要忽视都难 我冷然地走到门前 想要开门 严严 我们谈谈 我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淡淡地腻了他一眼 让开 我要回家 之前那件事是我做得不对 我来跟你道歉 我诧异了两秒 没想到他会意识到错误 之前我们每次吵架 他都意识不到错误 坚决认定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反而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 任由我生气 就是因为他认定了我消气后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或许他这次找来 是察觉到了我分手的决心 我站在原地 没再开门 只勾勾看向他 陆词 没必要道歉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严严 我没想过分手 他真诚开口 我爸妈挺喜欢你的 我也不介意你逃婚的事 我们重新开始吧 听到这话 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这就是我喜欢了整整三年的男人 他想复合 不是因为舍不得我 而是因为他的父母 我故作镇定 嘴角扬起了淡淡的弧度 你是被叔叔阿姨喊来 跟我道歉的吗 他沉默不语 无声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陆词 有没有人说过你挺伪善的 我神情自若 淡定说着 陆词眼底闪过轻微的错额 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说他 也是 他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 表现分外优异 还有无比体面的工作 和俊逸的外表 或许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骂他 陆词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你想要什么 你可以说出来 我能满足的 尽量会满足你 我倾勾唇脚 讽刺到你给不了我 我想要的不过是他的专一 希望能得到他的偏爱 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心愿 我也没法得到满足 因为他的心里根本没有我 在我和林言之间做选择 他的第一选项从来不是我 我拿出钥匙打开门 正要走进去 门上突然生出阻力 陆词一手挡在门前 谋色凝重反问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给不了你 话音落下 他的手机铃声赫然响起 他犹豫了两秒 拿过手机看了起来 我离他很近 能看到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名字 是林言来的电话 陆词面露纠结 迟迟没接 对面也没消停的意思 我说 接电话吧 别让人等急了 等我一下 他拿着手机后退 坐式接电话 趁他不注意 我啪的一声关上门 我站在门后 透过猫眼看他 外面的他 看着紧闭的门 沉沉叹了口气 随着他接起电话 人也跟着消失在了眼前 不过几秒钟时间 走廊恢复了先前的寂静 好似刚才没有人来过 我虽然早已经猜到了结局 亲眼目睹 心里还是有种 说不上来的难受 第二天 我洗漱完去上班 打开门的那瞬 就看到了放在门口的玫瑰花 昨天鲜艳欲滴的玫瑰花 经过一晚上的放置 暗淡了下来 不负昨日的风光 也好似在提醒我 这个可悲的人生 还没跟路慈谈恋爱的时候 我过得分外精致 我偏爱性感的小裙子 也喜欢在休息时 去旅游享受生活 旁人都羡慕我 自由自在地快来生活 可后来 跟路慈在一起后 他说女生没必要 打扮得过分精致 我就放弃了 各类性感的吊带裙 穿上一家的休闲服 休息时间也在学习着下厨做饭 没了往日的潇洒 苏元怨为此还笑话我 回忆至此 我捡起地上的玫瑰花下楼 在看见垃圾桶时 顺势扔了进去 旁边的宝洁阿姨看见 惊呼了一下 小姑娘 这花还新鲜着呢 你就不要了 我往而一笑 不要了 花 我不要了 路慈 我也不要了 我不再理会她 她却学起我之前的模样 会在清早给我送来早餐 也会在下午送来下午茶 同事见了都止不住调笑 温言 你可真幸福啊 都结婚了 老公还那么浪漫 就是 我要是遇上这样的老公 晚上不得偷着笑 听着他们调侃的话语 我无奈摇头 却也没想着告诉他们真相 同事 就只能是同事 没必要让他们知道更多私生活 而且他们只知道 我要结婚 并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没必要自找麻烦 就这样 我享受了几天独处的日子 渐渐地找回了从前 然而 我却没想到 路慈的妈妈 邀请我一块去庆祝她的生日 阿姨对我极好 我不忍心拒绝 便特意买了些她喜欢的东西去赴宴 我今天正好休假 闲着没事 就提早去了约好的餐厅 随着服务员的提醒 我向着包厢走了过去 却不料还没走进去 就听到了一阵抽气声 阿慈 如果我现在愿意为你改变性格 努力让叔叔阿姨接受我 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路慈没有说话 他背对着我 我看不见他的神情 灵眼眼眶里蕴满了泪花 一副我见尤莲的模样惹人联系 我却因为他的话 一颗心坠入了黑暗 冷意从脚底猛地钻了上来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之前在一起过 闫闫 以前的事早已经过去了 我们都该向前看 闫闫闫闫闫闫 我听到他的称呼 愣在了原地 我不禁怀疑起来 他在喊我闫闫的时候 到底想着的是谁 林燕哭着说 你当初跟温闫在一起 不就是因为叔叔阿姨喜欢他吗 我也可以学着他的样子 去得到你父母的认可 阿慈 你说过 这辈子只会娶我的 他们的对话像把利剑 一字一句只戳着我的心 我突感呼吸沉重 攥紧了双拳 闫闫 你来了 怎么不进去呀 身后传来阿姨含着笑意的声音 我僵硬的身体微微动了动 陆词猛然回头 对上我的视线 眼底明显闪过一丝慌乱 闫闫 你什么时候来的 林燕指住了哭腔 通红的双眸直勾勾盯着我 轻咬着下唇 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样 我冷然的目光 从他们身上扫过 实话实说道 在你们缅怀过去的时候 我就在这了 陆词哑然 阿姨却如临大地般瞪着他 他动了动唇 想要说些什么 我先他一步开了口 阿姨 祝你生日快乐 我现在的身份 不适合出现在这里 下次我请您吃饭补回来 现在我就先走了 别呀 炎炎 我 阿姨 有些事我不想说太明白 我跟陆词不合适 我斩钉截铁地说着 淡淡道 既然他们俩真心相爱 阿姨您不如试着去接受 俗话说宁插一座庙 不回一桩婚 我不想当这个罪人 很抱歉 话音落下 我把带来的生日礼物 递交在了她的手里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刚走出饭店 我所有的隐忍 瞬间崩溪瓦解 鼻翼间散着色意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但痘大的泪花 还是止不住从眼角滑落 这时 旁边的便利店 突然放起了歌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含着泪水的眼睛眨了眨 神识鬼诧地 走进了便利店里 店员看到我进来惊了一下 小心翼翼打亮着我 我迎着她的目光 强忍着色意 买了桶火鸡面和辣条 坐在休息区吃了起来 火鸡面刚入嘴里 我就感受到了 口腔里迸发的辣意 一口面 一口辣条 混杂着泪水 又咸又辣 店员小姐姐 看到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往我旁边放了瓶牛奶 小声说 小姐姐 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辣了 就喝点牛奶吧 别跟身体过不去 我嘴唇被辣得红又肿 泪水模糊了视线 弱弱道 谢谢 经过自残室发泄后 回家的路上 我妈来了电话 她说 情商的最好解决方式 就是再谈一段恋爱 转移伤心 想要再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我满脸无奈 告诉她我今后的打算 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心思了 只想努力发展事业 等我工作稳定一点再说 她还想继续说这个话题 我连忙用工作搪塞 我妈是二婚 我的亲爸在我五岁那年 就卷了家里的所有钱 带着小情人跑路了 他含辛茹苦把我拉着大 直到我十八岁那年 他才跟现在的老公结婚 虽然他现在过上了幸福日子 我还是忘不了 我爸出轨卷钱跑路 害得我和妈妈流落街头的那几年 所以我憎恨变心的男人 更恨在女人之间摇摆不定的男人 我原以为路词不会是这样的人 现实却狠狠打了我的脸 他也让我明白 在这时间上 最不会背叛自己的 只有进入兜里的那点钱 有时间去悲伤 不如多花点时间来提升自己 所以接下来 我不仅拉黑了路词的电话 顺带把他父母的电话一块拉黑了 几次三番的事情告诉我 要断就要断得彻底 不能再藕断丝连 我把专注力 全放在了提升自我和工作上 整日家里公司两条线 彻底把影响心情的人抛之脑后 炎炎姐 我们要出差几天 我收拾了桌面的东西 抬头看向问这话的新助理 两天时间 你戴套换新的衣服就行 我的新助理 是上一任助理辞之前推荐的 他回去修产家带娃 就把他弟介绍了过来 我本来不接受裙带关系 但没想到他的能力 完全不属于他姐 也就把他留了下来 林朝办事能力很强 我对他就没担心过 但没想到 他第一次出现工作失误 是在出差的时候 这会儿 我们俩将站在酒店里 大眼瞪小眼 林朝稍显局促 反复问着前台小姐姐 你们这里真的没有空余的房间里吗 先生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真的没有空余的房间了 而且最近连着下了几天大暴雨 游客被困在酒店 各个酒店都缺房间 真的 见他还想追问 我沉沉地吐出一口浊气 算了 一间房就一间房吧 好在他出于跟朋友的旅游习惯 不小心把房间定成了双人房 不然只有一张床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林朝持着绅士风度 特意拿床单 在两床之间 做了个简单的分界线 看着他一本正经布置的模样 我右眼跳了跳 你不用这样 我很相信你的人品 他正了一下 抬头不好意思道 是我不放心你 我呼吸一致 气堵在嗓子眼 有些说不出话来 林朝似乎看出了我的不满 解释道 你不是结婚了吗 要是这件事被你老公知道 对你影响不好 明天我去别的酒店看看 能订房的话我就搬过去 对此我没有反驳 毕竟这是被别人知道 确实对我们影响不好 但我还是忍不住 向苏媛媛吐槽了一下 她听闻这事 顿时仰面大笑 鉴于林朝还在房间里 我没好意思发语音 只能打字 好在熬过今晚就听前台说 有空着的房间了 林朝二话不说 直接定下 这才避免了接下来的尴尬 这次出差我们结束得很快 对方是以前跟我合作过的人 彼此相互信任 所以很快就解决了合作问题 回到海市 林朝先我一步 去了机场的停车场 把车开了过来 颜颜姐 现在大晚上的不容易打车 我送你回家吧 好啊 我没有拒绝 一路上 我困得直打哈欠 想着回去就立马洗漱睡觉 半晌 车子终于到了我家楼下 我满怀感激地跟他道着谢 林朝倒是不好意思了 不用客气 快回去洗漱休息吧 明天见 我回之一笑 明天见 他发动引擎离开 眼见着他的车间行渐远 我默默收回了视线 却在转身的那刻 对上一双阴沉的黑眸 露词面露愤怒 像个快要暴怒的狮子 眼里充斥着怒火 你跟他去酒店开房了 他带着韵怒的嗓音 有些颤抖 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模样 顿时明白这是谁的手笔 脸了脸神淡默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倒吸一口冷气 带着受伤的神色看我 你这是在报复我吗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冷眼回着 学着他之前的口吻诞生道 心脏的人 想什么都脏 露词身形微颤 差点站不稳 他现在或许真的感受到了 我当时的愤怒 只是可惜 晚了 我以为经过这么一出 他不会再来找我 但第二天 我出门上班时 又看到了他 露词依然穿着昨天的衣服 身姿轻俊而高挑 只是眼底下 有着藏不住的倦意 炎炎 我给你买了早餐 他小心翼翼 将手里的东西递了过来 我紧紧瞥了眼 就一开了视线 我从未喜欢过灌汤包 每次表现爱吃 只是因为那是他买的 我单声说 你这样真的很没意思 俗话说 优秀的前任就跟死了一样 你就当我死了吧 别来找我了 我越过 他往电梯里走去 露词没有半点犹豫 急忙追了上来 炎炎 我为我之前说的话跟你道歉 你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 狭窄的电梯里 耳边是他迫切询问的声音 我看着眼前紧闭的电梯门 心里平静无波 原来彻底放下 是这样的舒适 陆先生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他顿了两秒 什么 我在想要是当初 没有认识你就好了 又或者说 在知道灵言的存在时 就及时止损就好了 也就不会白白浪费三年时间 陆子谋底闪过受伤 隐忍又克制道 但是对我来说 能遇上你是我的幸运 听到这话 我觉得无比讽刺 侧目看了他一眼 随着电梯到达一楼 我走了出去 迎着他赤诚又期待的目光 我神情自若道 我的不幸就到此为止吧 这次他没再追来 我来到公司刚坐下 一则陌生的号码 发来了几张合照 是灵言和陆茨的合照 照片里的他 脸上样着不加掩饰的笑意 他向他时 眼里弥漫着暗意潜全 同样 灵言面上也是笑颜如花 看起来多么的相配 多么有意境 我挑眉看着 平静地给他发去消息 照片拍得不错 很耐看 可是我现在没什么耐心 发了消息 我把陆茨从黑名单拉了出来 随后把他发来的消息 和之前朋友圈的说说截图下来发给他 并说 我尊重你们 但不会祝福你们 这次是最后一次 如果他再发来消息骚扰我 我不会再做事不管 确保消息发出去后 我再一次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办完这些事 我瞬间感觉全身舒畅 温经理 恭喜你呀 临朝一来 公司嘴角就挂着难掩的笑意 随着他的走来 一杯外带的咖啡 也出现在了我办公桌上 我挑眉问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刚才在电梯里 听到老板打电话了 已经确定你会升职为经理了 我作为第一个知情者 先恭喜你 苟富贵物相望 我心中一刹 他的话刚落下 老板就让我去了他的办公室 正如他说的那样 我成功升职 从老板办公室出来后 我嘴角的笑意怎么也压不住 出于开心 我反请了他一顿晚餐 却没想到他赴约时 带上女朋友 妍妍姐 你不会介意吧 那份我出 不会白坑你一顿 我倾校出生 这点算什么呀 尽管吃 我请客 后来饭局结束 林朝还是把他女朋友的那份钱 转给了我 我一时好奇 问他这么做的原因 他一本正经道 这不是男人该做的事情吗 学会跟女朋友以外的人避嫌 而且我不希望他误会我 造成没必要的争端影响感情 听完他的话 我争愣了一下 他年纪明明比我还小 想的却比我们想的更多 更周到 所以连他都清楚的道理 路词怎么会不明白呢 我玩耳一笑 真心祝福 继续保持 希望有朝一日 能喝到你们的喜酒 好 林朝清澈的黑眸里 满是笑意 和对未来的向往 这时他女朋友 从卫生间出来 笑容艳艳走来 谢谢温经理请客吃饭 祝你前程似锦 所得皆所愿 看着眼前 与他相配的明媚女孩 我回之一笑 你们也是 跟他们告别后 我独自行走在大街 听着耳机里传来的纯纯音乐 美好心情到达了顶端 此时 苏媛媛却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刚接听 就听到了他激动的声音传了过来 炎炎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什么了吗 不等我回应 他继续说 我看到路词和林炎了 路词像是很生气 在跟他对峙着 我对此没什么情绪变化 好整以侠问 然后呢 然后路词说他不喜欢林炎 让他自重 还真是好笑 不喜欢还能跟人去开房呢 这要是喜欢还得了 听到耳边传来的嘲笑 我差点没忍住 跟着笑出声 我嘴角微微一勾 抬头却对上了 路词那带着眷恋的黑眸 我收脸神色 像是没看见他 镜字走着 却在快要越过他时 被攥住了胳膊 炎炎 我们谈谈吧 我皱眉挣扎 他眸中闪过失望 闷声道 我和他是谈过 但是没谈多久 刚开始跟你在一起 确实有我父母的原因 可到后来 我真心爱上了你 也是真的想要娶你 要去寻死 我没办法才带他去了酒店 我和他什么都没发生 这件事会影响到他的声誉 所以他一直让我 比跟任何人说 听他说完这些 我无比震撼 但也有些想笑 所以呢 你现在跟我说 有什么意思 难道你发现 他所说的这一切 都是骗你的 你后悔了 路词面路失落 动了动唇 却什么都没说 因为我猜对了 他因为灵言自导自演的闹剧 选择了隐瞒 甚至在我取消婚礼时 为了他所谓的声誉 也选择了闭口不谈 你现在跟我说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从一开始 你选择对我隐瞒的时候 我们就注定了会分开 不是吗 每个人都要向前看 我不会永远停在原地等你 这世界上比你优秀的多了去 我凭什么在你身上吊死 我黯然自若地说着 重重俯下了他的手 镜子离开 人不会傻一辈子 我更不会 所以我说 不要他就不要他了 没过几天 我妈就给我目色到了个 她觉得适合我的人选 让我休假的时候去见见 我推去不了 索性答应 却没想到 这次的相亲对象 是我大学时的直系学长 学长看到我时 也震惊了一下 他之前跟我告过白 但那时候 我的眼里只有陆词的存在 所以拒绝了他 没想到兜兜转转 我们会以这种方式 再次见面 相亲结束 我以为这是不会成 想着回去怎么交差 他却说 温言 我们能试试吗 我满脸震惊 却没拒绝 有他打掩护 我妈就不会催我了 但我没想到 他是认真的 对我格外的好 而且懂得与他人避嫌 对感情专一 渐渐的 我也改变了看法 跟他谈了场真正的恋爱 与此同时 苏媛媛也传来了 陆词的消息 他没有跟林妍在一起 而是选择了出国生造 两年后 我和学长结婚的那天 他送来了一份 厚重的结婚礼物 和一封道歉信 学长看着他送来的礼物 满脸不悦 却没有说什么 我看也没看 直接把他送来的东西 放进了杂物间 学长笑着挑眉 真不看谈他送来的什么 没必要 这都是过去式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